City老师你好 我知道背单子一定要大声念出来 但是还是想要请问 有没有快速背单子的方法 我想请问 我该怎么选择要背哪些单字呢 老师你好 我的单字当下背熟 但过几天又忘了怎么办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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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就来解决 如何背单子这个问题 说真的啊 背单子的方法真的超级多的啦 比如说你一定听过什么 听歌学英文啊 大声朗读啊 造句啊 等等的 对 这些都是好方法 但今天我想要从另一个 自学者的一个思考的逻辑去出发 去看看 学单子 背单子这件事情 可以怎么做 我首先呢 先用三个 大家常常在背单子 NG的方法说起 第一个NG的方法是什么呢 老实说我也曾经背过那个单字书啦 读国中高中的时候 谁没有背过单字书啊 我的单字书在哪里啊 嗯 好 找不到 不是说单字书它没有价值 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但是你不可以完全的依赖它 让我来解释给你听 奇怪我真的丢光以前所有的单字书啊 没有关系 我依稀记得啊 单字书的第一个字好像是那个 administration之类的 对不对 administration 管理 经营 它是一个好字 没有错 对于某些人来说 它可以是很常用到的字 但对于我来讲好了 我身为一个家庭主妇 根本就没有在进公司的这种人啊 我可能五年到六年之间才会用到这么一次这个字 所以说在单字书上面 其实会出现很多跟你是没有关联的字 因为那些单字书通常都是用来设计为考试用的 那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把这些单字背下来之后 却没有机会再用上了 就忘光了 所以建立起关联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像是男朋友跟女朋友 如果咧女朋友已经对男朋友没有感觉了 就算是你今天出去看电影 吃饭聊天逛街 但是隔了几天后 你还会记得你们那天发生的一些小事情 或是牵手那种心中的那种 噗通噗通悸动的感觉吗 所以到底怎么去找那个关联性 跟你有关联的单字呢 只有你自己知道 要从你自己的生活出发 最简单 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步 你可以从平常习惯 已经习惯做的事情出发 比如说 如果没意外的话 大家应该每天都会出门对吧 当你出门的时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今天的天气 试着用你自己已经有的英文 去描述今天的天气的情况 比如说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英文更精确的表达 你自己的感受的状态的话 当然有自己可以做到的办法 网路上的资源真的非常多 但是你要做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去搜寻它 并且选择你该背的 我自己个人的大原则呢 很简单 就是选择一个 你喜欢的来背 我喜欢 用beautiful去形容 天气很棒 让人心情都美丽了起来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下一次 你有机会再走到户外的时候 你除了可以说刚刚的 把你这个学的东西再加进去你原本已经学会的东西 每天走出户外就复习一次 每天再多记个字 这个就是单字量慢慢的累积 把记单字这件事情加在你原本就已经常常在做 或是你习惯做的例行公式上面 这样子才可以让你每天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稍微复习一下 或是每天有不同的感受 你就会去想要试着增加在这个情境下所用的单字 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上 也是让你自己沉浸在一个英文的环境里面 你不要去等别人这样子给你们环境 然后等待 自己要去知道怎么建构出一个英文环境 因为你说真的嘛 你自己走出去 今天会有人跟你说英文吗 所以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里面呢 有两个重点 第一你要去背单子书 勉强可以啦 但是你不可以完全依赖它 因为背单子最重要的是 能够让这个单子和你自身 产生一个中间的连结 你要去感受这个单子 你才可以真的活用它们 第二 让这个单子从自身的需求出发 从自己已经习惯做的事情中 试着用英文去讲出这件事情 卡住的话 马上利用网络资源 试着查查看 或是勒碰到英文不错的朋友 赶快抓住它 试着问问看 不要等别人一直给你单子 自己其实最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单子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个NG的方法 我关于这句话啊 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哦 因为你知道我自己也是老师 如果我的学生没有照我的方法 把我的单子背起来 我真的很会哭哭 这个我一定要好好解释 我这个意思呢 是要延续刚刚讲的 从自己的需求出发 主动去发现你应该要需要到的单子 当这件事情你已经做得很熟练了 你就会慢慢的注意到 自己在学习英文 在讲英文的这块呢 缺少什么东西 比如说呢 每次我在看我女儿 跳那些很好笑的舞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在脑袋默默想说 Oh my god She always does this hilarious dance 但我毕竟不是一个native speaker 我也很常常卡住 但是我发现 我常常卡住的点呢 是我没办法很有效 很快速的用 简单最口语的方式去表达 去描述这一个事情 所以当我在做阅读的时候 我需要去避免掉那种 再去学一些那种新的字啊 大的字 反而我会去想说 同样一件事情 高手们在文章里面 他是怎么去说的 比如说 这篇文章是在讲全世界啊 现在很流行 用笑来养生 所以有 laughter club 的大笑聚会 课本选出来的字包括 blood pressure circulation brain 等等 这些都是好字没有错 但是有一句 是我特别留意到的 the laughter clubs started in India now there are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are more than 450 laughter clubs just in India 这个just 我们学的是 只是才刚刚嘛 但是啊在这里 却可以制造出一个语意是 光是在印度 就有450个大笑聚会 通常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会稍微用一个 5WH的那个方式呢 去考考自己 目的是要让我能够 自己使用到这个字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 就会问一下自己 how many laughter clubs are there in India 然后我自己就会回答 oh there are 450 laughter clubs just in India 我不会照着念哦 而是我会把它吸收到脑子里后 自己 试着 把它 讲出来 如果觉得自问自答 很麻烦的话 当然你可以自己 照样照句 比如说我稍微换一下地点嘛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hundred seven elevens just in gongshan well of course it's not true I just made that up but anyway it's just the practice you know 常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啊 是你其实已经会很多单子了 但是 真正要用到的时候 你却不知道怎么用 转一个弯去活用那些单字 对不对 所以 那是不是 下一次你在做阅读的时候 当你看到那个单字 你就应该 中定睛的去看看那个字 它前浩文是怎么样把那个单字给拼凑起来的 让你下一次再也不要跟这个单字这样擦肩而过 这样这样这样子 所以一个重点 不一定永远都要在一个文本里面去抓那个新的单字 而我知道很多老师常常会把重点放在新的单字 因为想要让同学真的有你知道 哦 背了新的单字 你今天选到东西咯 的那种感受 但是 你自己今天 要懂得去选择 你缺少的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但是真正如果要在生活当中沟通的话呢 你其实只要具备 两千个单字就可以了 甚至这本是我自己的书 它是叫做生活英语为课堂 它教你用简单的一千两百个单字就可以 沟通所有包括打招呼 坐车 预定饭店 跟别人讨论家庭 谈论工作的所有情况 所以 你真正掌握的单字有几个呢 试着用它们去描述周遭的事情看看 才会是你自己的 再来是第三个NG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字 READ READ 哦 READ 背单字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在你毫无逻辑 毫无理解的情况下 把字母当成电话号码来背起来 关于学单字的发音啊 我知道有非常非常多入门的方式 比如说 KK音标 或是IPA国际音标 或是自然发音等等的 不管哪一种方式 都有各自的好处 但不论你学任何方法 有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 就是一个单字 分音节 画重音 念出来 比如说刚刚关于这篇 的文章里面呢 课本选出来的单字包括 Circulation 先找出音节好吗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因为我把音节画出来了 所以一个很长的音马上就变成四个短短的音了 重音在lay这个第三音节 所以多练几次好吗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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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 killer Pain killer Pain killer Pain Ki Ler 其实光用听的就可以听得出来 它是三个音节嘛 对照单字 就大致上可以画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重新的去学自然发音 找一本自然发音的书 太好了 自然的发音 的书 我没有丢 关于要选什么书啊 我并不是说我绝对推荐这本啦 重点是你自己去书局 找一本你愿意 看下去 不会觉得很无聊很烂的书 就好了 但这本真的是只是拿来参考而已 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而已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最终还是要回到大量阅读的这一个习惯上面 去大量的涉略不同的单子 增加一些实战的经验 万一当下忘记了那个读音 重新复习一下那个规则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会稍微有点痛苦 因为你会发现 你一直不断的忘掉这个发音规则 或是忘掉那个拼音法则 没有错 大家 要学会自然发音 都是这样过来的 请 你要保持 耐心 你知道一旦你熟了之后啊 我跟你说 一看到单子 你就可以马上读出那个音 你知道有多爽快啊 哦 超爽 好 我讲完了对付刚刚那个三个NG的方法 你应该要有的一些换位思考的概念了 最后一个小叮叮是 当你好不容易背完那些单子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去剧烈摇晃你的头 或是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因为你很有可能把那些单子都 就是背完单子之后咧 它会有点像是珍珠奶茶 没有一直喝一直喝 那些珍珠啊 就会沉沉沉沉到那个杯底里面 但怎么办 用那个细管这样搅一搅啊 对不对 把它搅上来然后赶快喝对不对 单子也一样 当你很久没有去碰它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慢慢沉淀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知道你曾经背过它 但你就是找不到 躲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老师都跟你说一定要大量阅读 要找机会讲 就是让你去有机会去翻搅你脑内的那些珍珠嘛 野果啊 仙草啊 那些的 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能够做 老师是帮不了你的好吗 所以今天我做的事情就是 告诉你如何抓住那个机会 适时的去搅拌那些珍珠 让你一直可以吃得到那些珍珠 这个是不管你今天是在自学英文 或是已经有老师在教你英文了 都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好 这样讲完会不会大家都不来上我的英文课了呢 下周我要教什么呢 你觉得教如何利用网络资源 有效的查单字如何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咯 我是Kathryn 不要让语言成为你看世界的绊脚师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